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实力派演员尤安顺 演艺圈是屹立数十年 获获观众肯定 他不靠迷人外表 不靠偶像的光环 凭的是真诚的演技 和扎实的文武场功夫 也因此得奖连连 特别是2020年第55届金钟奖 他一个人同时夺下 迷女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 男配角 成了金钟史上第一人 很多人好奇尤安顺的学养过程 也关心他荧光幕后的个人生活 其实高中就出道的尤安顺 发展的过程 有顺利 有挫折 有困顿 有成长 这些都成为他滋养戏剧人生的好配方 这期台湾演艺节目 一起来认识尤安顺 明年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 得奖的是 得奖的是 尤安顺 尤安顺 一个晚上跑上颁奖舞台两次 尤安顺自己也没有想到 能在第55届电视金钟奖上 包办迷女剧集 电视电影男主角 男配角两项大奖 但他身边的演员导演朋友都知道 这奥人成绩靠的不是运气 而是尤安顺近40年的努力耕耘 1967年11月5日 尤安顺出生于云林斗六 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妹妹 家里是开一个小杂货店的 这杂货店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柴米油原酱醋茶这些都有 就在一个村落里面 一个小小的地方 一层楼矮平房 是祖父母经营的杂货店 出生于农村的尤安顺 从小最爱在田野间玩耍 在一个稻米收成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那边控咬烤番薯 我们可以在稻米正在长的时候 那些青蛙正在长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田梗里面抓青蛙 1970年代正值台湾新建十大建设 产业蓬勃发展 尤安顺的父母也看准商机 带着国小二年级的尤安顺和一家人 搬到台北市五分埔附近 开了一间玻璃行 因为时代十年 我们台湾的行业 开出什么东西都在蓬勃发展 所以他们爸爸是做这个玻璃 所以就开来台北创业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们家好像还有请到 七八个以上的师傅 然后都会接一些 大楼的一些工程之类的 台湾经济起飞年代 尤安顺家的玻璃行 生意好得不得了 父母忙着打拼赚钱 对她也多是放任自由成长 两个妹妹 自然就是尤安顺最好的玩伴 但与其说是玩 其实是妹妹爱打居多 哥哥以前就是 他会逼我们跟他打斗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玩 他其实常会用两个招式 一个叫尿切啊玩 一个叫嫩森玩 尿切啊玩就是我们手肘 你这样子还会有一个鼓起来 他就是这样硬抓 其实那很痛的 那另外一个叫做嫩森玩 他就是凡四肢 他就用力跺下去 你会真的会觉得很酸软 家人眼中的尤安顺 从小就活泼好动 从云林搬家到台北 也转学到了永春国校 就学期间 他积极参加体育校队 但因为个儿不高 无法加入出场先发名单 于是转而加入校内的国剧团 学校有在有一个叫做 少年天使国剧团 那对国剧 我怎么一个外神来学国剧 就觉得很好笑 原因是因为 里面我们也在交翻跟走之类的 所以他有深段的练习 所以我觉得那东西对我来说 哇 蛮好玩的 因为他在台下 我觉得他也是有点QQ 在画那个什么脸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是有点 感觉就是 就开始很严肃就不说话 可是一上去 老师要做什么动作 做什么动作 他都OK 就一次搞定这样子 讲究我言 白志在 奋进那 听上 就是花莲的 对 这也不容易 花莲 土旦 刘安顺都能驾轻就手 这一份对表演的热爱 一直延续到了高中 该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年纪 他选择进入华钢异校的国剧科 会质疑的 你演的国剧 又怎么会有出席呢 我说我就是好玩 那你觉得 小孩子没变坏 所以他们也不太理会我 所以我就 对对对 所以我父母亲算是一个 比较放牛吃草的这种精神 对对 让我去自由地发挥 读了一年后 游安顺不满足于只学习国剧 他想尽办法 希望能更认识表演 就在这时 台湾第一个业余实验小剧场剧团 蓝林剧法在1980年诞生 游安顺考进剧法成为第一届学员 那时候游安顺刚好是蓝林剧法的学员 那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人活力充沛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像破洞了 火烹烂跳 他就是很有活力 然后 异性源很好 他 designs的 envoy obwohl Like 性格很良存 对对对对对 sir 台湾话不能说 微信 哪有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 哎哎哎 顺子你去帮我什么什么 你帮我买个什么什么东西过来什么 都很好 很好,很好使喚她 兰陵劇坊的创团团长 是台湾著名剧团创作者金世杰 培养了李国修、杨立音等演艺人员 高中时期的尤安顺就在这里学习表演 只是周遭的朋友并不看好当时的她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我看到她的感觉 我是觉得说 这个人会红吗 这个人可能吗 你说以身高条件也好 她的那个颜值条件也好 我在想不要讲说她年轻 她再帅个十分 我看也得不了什么分数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她怎么在演艺圈立足 还是就是说 其实我那时候还讲说 她会不会变成武行 不仅朋友不报信心 为期一年的蓝宁剧访课程 很快到期就此结业 尤安顺就和很多青少年一样 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 这时机会却自己找上门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呢 猴岛在准备要拍童年往事 然后这是猴岛她的半自传性的一个作品 那她就在找那个男主角 我们就在想说要找谁啊 就是我们剧团里面有谁啊 什么大家都想破脑袋 就一直在想要找谁 那个时候刚好我的室友王耿鱼 就是蓝宁剧方的一个好朋友 那她常常拿着相机要乱拍乱拍 然后她就拿着那个相片说 他觉得油盐水还不错 然后就看照片说 那好那找我去看一看 然后就到就见了火大导演 结果面她觉得说 聊了几句话就说 好好好就叫她来演 然后就说演什么 演电影 然后就叫本来带回去看看 哎呦能煮酒 是啊 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上演 就演电影就演男主角 对就觉得很害怕 就觉得怎么可能 一张照片替尤安顺开启了演艺圈大门 第一部戏童年往事 就当上第一男主角 但当时的尤安顺对演戏 还只能说是懵懵懂懂 有一场戏是 是她在屋顶上唱 没动了 没动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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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草 诸材花落去这样 然后那个 梅阿姨就很 她妈妈回来就很生气 然后就把她叫下来 然后就打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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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看近回來 你 你天在天在哪裡 我本身也會 那些人 侯島並沒有告訴順子說 妹阿姨會打他 他只是在上面唱歌 侯島說等一下你媽會叫你下來 就這樣子 所以侯島很多事情是 讓他發生 所以那時候 尤安順他就是在那個狀態裡面 讓所有的事情發生 然後他也很相信 侯島 他也很相信這個團隊 所以一切的呈現就是那麼的完美 哎 哎 等台灣大學再說 尤安順在電影裡 演繹出侯孝賢導演要的 憂鬱小聲形象 1985年 電影童年往事上映後 尤安順迅速走紅 更被外界灌上 侯島大弟子的名號 那一年 他才高中三年級 還沒有畢業 而後陸續在楊德昌 柯依正等導演的作品中 擔任要角 片酬也水漲船高 我第二部酬勞的戲就二十萬了 第一部戲三萬塊錢了 當然這是已經是 三十五年以前的事情了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二十萬 就也不少 也不少 你都存下來了嗎 我 也不是啦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感覺對爸媽 比較要一點交代說 哎呦 你兒子也不錯啊 在外面工作賺錢 對不對 放你那 雞胖在媽媽那裡 所以雞胖 你可能雞胖二十萬 你可能從他那邊領出來三十萬 我覺得我的同事報酬 其實還挺好的 片約不斷進來 當時的尤安順 賺錢賺得容易 加上父母親的支持 造就尤安順 花錢不手軟的個性 他其實蠻沒有金錢概念的 因為小時候自從他 如果我的印象中 是他上高中以後 摩托車 至少就換了五六步以上 從那種五十的 然後到什麼名流一二五 到那種像越野車 越野車嗎 就是野狼是嗎 然後又到重機 然後過沒多久 可能又開始換車 就一步一步 一量一量的換 這樣子 那這些車怎麼來 據說是他賺錢來 沒有啦 爸爸媽媽也是有贊助 這樣子 就是疼愛他嘛 就是這樣子 不僅對自己慷慨 對朋友 尤安順也同樣海派 小時候喔 他們都去保留店 其實他的行情都比我們好 那比方我們可能只有五塊 他可能有十塊二十塊這樣子 有一個東西他不會說 他自己全部坑掉 跟他比較好 他說要不要來一點 來一點 這樣子 其實他也幫我處理了 他都OK 當以前那邊 爸爸媽媽也都是讓你過線 海派個性替尤安順帶來好人緣 然而這一帆風順的演藝人生 隨著1989年 政府開放外國電影進口 台灣電影沒落 尤安順當完兵後 就沒了片月 演藝生涯 面臨轉型危機 1980年代末期 台灣廢紙電影進口配額 使得大量外國電影進到台灣的戲院 本土電影工業因而蕭條沒落 而在同一個時間 尤安順從義工隊退伍了 面臨這時代的變遷 原本電影演出的機會不再 他只好從電影圈走向電視 也從原本的主角改演配角 他穩扎穩打的演 許多的機會因而紛紛上門 但是尤安順也一如多數的藝人 想在演戲之外兼拆作副業 結果還是虧本得多 這成了尤安順的青年磨練期 不是牛肉也不是麵人 不是下面的衝發 1990年 尤安順退伍 一時沒有電影可演 轉而揭演華視的連續劇 大冰日記 飾演愛賺錢的入武新兵 邱阿水 這是尤安順的第一部電視劇 那場戲我還記得 我特別去看他演 然後可能他還不太習慣電視的作業吧 所以當時他好像沒把那個角色演得很活 然後導演就問我說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我能覺得怎麼樣 我不是說不看好他 我是說他應該可以再活潑一點吧 不僅從大螢幕變成小螢幕 角色也從主角變成配角 尤安順心裡仍不太能接受這樣的轉變 其實他還有一點滿滿感 有小感慨就是說 我應該是電影卡 現在怎麼來做電視 現在沒有電影拍啊 那不拍電視劇要幹嘛 你來拍電視劇 就是對我來著有點失望跟那個感覺 我拍電視劇錯了嘛 我自己還反省還想一想 可是沒有電影拍啊 還好在轉換視影期間 同劇演員李國超 成為他最好的陪伴支柱 我們從搭兵日記的時候 我們就是演軍校片嘛 一演就是半年 然後我們兩個呢 都住在同一個房間 一開始的時候呢 生活習慣當然都不一樣 對不對 他很養生啊那個時候 每天早上起來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空腹一杯果汁 鮮果汁這樣子 然後不抽菸 不喝酒這樣子 我生活習慣比他差一點 我都看到我說你是怎麼樣 你是這麼年輕這麼養生 他說還練功啊 練翻跟斗啊什麼的 然後就在一起久了嘛 天天在一塊 然後互相生活習慣 然後戲裡面生活在一起 戲外生活在一起 兩個就變得很有默契 然後久而久之就成為好朋友 兩人成天膩在一起 戲裡戲外都成了好朋友 甚至結成結拜兄弟 而兩人培養出來的好默契 也反映在表演上 戲劇播出後高收視率 讓尤安順風靡大街小巷 然後記得有一次我們到忠孝東路 然後就 就有人叫他阿彌 那時候他演大兵日記 然後就阿水阿水 我就跟你出門真的是 就很討厭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不是工作人 我會覺得 吃個東西 吃個雞 你就那麼多人在那裡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OK 不僅受到影迷喜愛 尤安順的異性緣也很好 那時候大家未婚嘛 他就喜歡認識一些女生 那我們曾經有認識過 一對雙胞胎 雙胞胎長得還真像 還是滿漂亮的 然後呢 他姐姐也認識 他妹妹也認識 後續的發展 我就不曉得讓她自己講好了 我是 就離開了 他好像跟那個 雙胞胎姐妹呢 這個 纏鬥了很久 愛情事業兩得意 尤安順再一次嘗到走紅滋味 但他卻沒有把持好自己 經常生活渾渾噩噩 甚至徹夜喝酒醉著進片場 人總有過去嘛 那時候這個比較 比較不潔身自愛吧 比較會在那個燈紅酒綠之下 就容易沉迷 愛喝酒 愛打打麻將 那些都是應該基本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曾經在他家 他的舊家 他爸爸那家 打麻將 齁 打三天三夜啊 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嗎 打不完了啦 為什麼打不完呢 就因為他天蠍座的個性啊 他非常執著 他輸了再打再打再打 一直上訴 那年輕嘛 年輕的時候 體力正好啊 打三天三夜 回去睡一下 就差不多就體力就恢復了 儘管九堵不停 尤安順憑藉著才氣 還是接連有電視劇的演出機會 在劉伯溫傳奇中 嘎上一腳 更在戲劇中 認識當時的妻子 張倩倩 1995年 兩人結婚 還生了一個女兒 甜蜜的家庭附和 讓尤安順 興起投資副業的念頭 他開的第一間店 就是自己最熟悉的 Pub酒吧 開業店那時候 我們還蠻開心的 因為有一個朋友開的店 我們不只是可以去捧場 還可以 等於每天在那邊 有一個小聚會 抱怨一下 說說哪些自身藝人的壞話 說說哪一些之前藝人不會演戲 蠻有意思的 他是一個很海派的人 所以常常很多朋友都會來找他 然後如果是他當老闆的話 應該是賠錢啊 我覺得 因為他覺得沒關係他招待 沒關係有買單沒買單無所謂 之後付可能是這樣 開店做生意 尤安順負責當公關 妹妹幫忙經營追錢 但尤安順並沒有拋棄演藝事業 經營酒吧賺錢後 他再開了一間演藝工作室 當經紀人也當導演 他那時候也開了一間Pub 所以經紀公司是在那個Pub裡面 但不是就是在外面的餐廳 它是裡面有一間辦公室這樣子 那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很多他簽的新的藝人 有時候會去就是提早到公司 然後順便打工 因為大家就是都沒有經驗 然後沒有賺錢 所以他等於也是幫大家 就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收入這樣子 在那邊打工 然後順便他也會教大家表演 雖然掛名老闆 但實際上尤安順並不懂得 如何當經紀人 我做經紀人是叫做做白癡經紀 因為我都沒有在抽成 我沒有在抽成 這樣子啊 我沒有在抽成 我就都抽個10% 那10%也意思意思 不要再找我上節目 我說我不是上 我找我藝人上 錢給他領給我10% 那上一個通告費可能一萬塊 我就收一千塊 我就覺得這家公司 到底有沒有在經營那個戲劇這一塊 我也是有在那邊 當時有接到一些戲 但大部分都是那個 倩姐 就是因為倩姐他比較有在線上演 那順哥的部分他就是走他的理想 尤安順的理想是拍劇 而且是網路劇 我覺得他還蠻走在前面的 就是那時候網劇什麼都還沒有這麼順行 但他就有很大的理想抱負 覺得他那時候真的就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 就是不管他自己的底有多少 他就是想要做的事情 他就會很努力很用心的去想把它做好 但是就是沒有在管自己花了多少錢 在網路還是波階的年代 尤安順就砸大錢拍戲 結果碰上1999年的921大地震 地震後全台經濟傷痕累累 尤安順的演藝工作室也賠了百萬元因此關門 只是不僅副業失利 尤安順的演藝事業也在此時起了變化 台灣發明了一個劇種叫做偶像劇 對不對 請問一下他要演哪一個偶像 他要演爸爸嗎 爸爸還輪不到他了 爸爸還要長得帥的爸爸 他那個樣子也是圖爸爸 圖爸爸他也不夠圖 偶像劇興起讓尤安順的演藝工作機會少了 主業副業雙失利 心情鬱悶下喝得更醉了 他應該剛開始應該也是會很不能適應啊 我覺得應該也會覺得為什麼我會這樣 然後當然也有一小段時間當然也有一點點小酗酒 坦白說 也沒工作啊 沒工作就可能會就 時間就多了嘛 然後喝個酒啊打個牌啊 那變成日復一復這樣的時候變成 人家母就撞不住了 她母邊邊也是演藝圈內 最後尤安順和妻子也結束婚姻關係 人生低潮時刻 她一度想放棄演藝事業 到中國賣香腸 但上天仍眷顧著尤安順 這一時 宗教戲劇台找她單綱主角 其實那時候只有劇組人知道她離婚 所以她那時候還沒有那麼的公開這樣子 然後因為她想說 因為也是很很OK的就是 協議的那一種離婚嘛 所以她也不用特別急著公佈 然後可是劇組那時候跟她合作的 大部分都知道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幫她 盛盛心說 那她想去哪裡 我就陪她去走走 就這樣走著走著 低潮時期的尤安順 就和小十三歲的同劇演員 陳馨瑜走在一塊兒 哥哥 真心的喔 怎麼說不是很痛苦的 阿公真可憐喔 尤其啦 阿公沒辦法喝那麼多水 那是因為阿公如果喝很多水的時候 他就頭帶了 知道嗎 我知道啦 阿媽沒辦法 常常把阿公洗澡 阿媽學了啦 我就把阿公冰心了 我在拍待電視劇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葉歡演一對夫妻 那我太太是演我們的女兒 然後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並沒有要去 特別去追求她的 這種感受 只是覺得很自然的 就好像就走在一起了 我會照顧她女兒 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可能也是這個點 我一度懷疑你是 因為小孩那時候都叫我姐姐 我說你是想要找保母嗎 就是追求我的時候 就是有意思要在一起的時候 兩人日久生情成了情侶 但在一起後 雙方最大的磨合 還是金錢觀念實在差很大 他如果有賺一百塊吧 他大概會花一百二十塊或一百三十塊 就是他認為沒關係 錢再賺就有 現在比較快 要快樂比較重要 兩千年前後 台灣金融界掀起一股現金卡熱潮 標榜先借錢日後再還 當時的游安順 花錢比賺錢更快 缺錢時就靠著現金卡度日 他應該就是 每一張卡都有欠一點 然後就慢慢還 可能這個還個 可能最低的金額 或是先還一部分 那個酬勞進來之後 就先慢慢還 慢慢還這樣子 然後我是後來發現 他好像要軋票 然後跟我借錢 我心裡想說你一擠多少錢 然後我一擠多少錢 你跟我借錢 因為循環利息 讓尤安順一度欠了兩三百萬卡債 儘管經濟已經捉襟見肘 尤安順卻對朋友依然慷慨 甚至把借來的錢 轉借給朋友 他借給很多朋友金錢的問題 然後也都收不回來 因為他 孫實在是一個 很夠益氣的朋友 但是我也勸他 我說你要看看 因為天天自己的力量 對不對 你不能別人有困難 你都要跳出來幫忙 可是他個性是這樣 沒有辦法 當時的尤安順欠債 細路也不順 但陳馨宇沒有放棄他 陪著他一起大拼還債 兩人戀琴日後更修成正果 沒想到尤安順至此 咸雨翻身 人生迎來新高峰 近四十年的演藝生涯 尤安順演出超過一百二十部戲劇 他形容自己在戲劇 是蔥花蒜頭不是主角 但卻能讓戲劇更加分 自然真切的演技 讓他至少獲得三度的金鐘獎肯定 而支持他持續努力的動力 莫過於是他的家人 妻子陳馨宇替他理財 陪他走過人生的低潮 還清債務 兒子尤里出生之後 更讓尤安順改掉了 應酬喝酒的習慣 成為名副其實的好丈夫好爸爸 繼續這個單元來看 尤安順如何走過低潮 影響高峰 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 這也是他的浪費 不是你歡迎 不是沒有貨 不是下面的蔥花 整個小禮 超過琴 順哥跟昕漁的這一組夫妻 年紀是有落差的 13而已 還好吧 但是順哥當時跟馨瑜 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年紀的差距 對你們來說是 挑戰嗎 還是勇氣 我覺得它是 永恆不變道理的勇氣 因為既然成為一個家了 我覺得不管面臨到什麼 困難 什麼挫折 我相信 我們都會很勇敢的走下去 節目上 尤安順真情告白 但他和陳馨瑜的戀情 並不像童話故事般的一帆風順 兩人交往初期 尤安順戲劇片曰 接得不順 於是他和陳馨瑜找了副業 共同經營一家私處料理 但陷入低潮的尤安順 心裡充滿對未來的恐慌 他就會覺得說怎麼會 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可能有後一點久了 然後就會覺得 就會胡思亂想 然後就會覺得說 自己是不是很沒用 婚姻也失敗了 然後工作上也不是那麼順 我看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了 我覺得這樣會拖累你 還年輕 我們就閃了吧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就好像撐不住了 這樣啪啪啪 倒了兩巴掌 對 倒了兩巴掌 突然間好像 也不知道 可能就被打醒了 陳馨瑜陪著尤安順一起吃苦打拼 也用行動改變了尤安順 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 他首先叫尤安順出門搭公車 那時候他有一段很拒絕 然後後來我覺得也是還蠻好玩的 就是公車司機看到他 會跟他打招呼 因為畢竟他也是一個名人嘛 然後就會說 我們歡迎尤安順先生上車 就因為他剛開始他會有點害羞 然後之後他就覺得還蠻好玩的 之後他對於搭公車這件事情 他就慢慢能接受 接著 陳馨瑜把尤安順皮夾裡的現金 變少了 來我店裡吃麵 然後醫師說要請我喝酒 喂 不然你是多少錢你要請我 我今天有炸200塊 我說乾脆我請你吧 你200塊要喝什麼 陳馨瑜接管經濟大權 就這樣一步一腳印 讓尤安順慢慢的把負債還清 戏約也越來越多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進入軌道時 陳馨瑜的身體卻出現狀況 醫生說有可能是血癌 就是講得很嚴重 醫生都會先講得比較嚴重 然後他就一直默認為是血癌 我也是聽人家說 就是說因為他很擔心 我就他去吃飯 然後就認識了麵店 就問他說 女朋友怎麼沒來 然後他就默默地哭了 就是 就是人家只問一句他就哭了這樣 檢查後確認 是俗稱巧克力囊種的子宮內膜異味瘤 這一次患尤安順陪著陳馨瑜調養身體 2009年兩人結婚也計劃生子 我那時候會覺得想要有小孩是 其實其實是他想要小孩 我想要治療身體 因為醫生說我如果有懷孕的話 我的子宮就會得到一定的休息 所以又可以治療我的子宮內膜 然後又可以有一個你們的小孩這樣子 為了懷孕 陳馨瑜做了兩次試管嬰兒 期間打了200多針才終於懷孕 當時尤安順政拍攝電視劇 阿布拉的三個女人 阿布拉 阿布拉 我是演阿布拉 然後就是戲院的老闆 她就是演我的助手 演我的助手 但是他又是我在還沒當戲院老闆之前 我們會一起在日本人手底下工作的一個很好的兄弟 阿布朗 電報啦 你中人趴來 可是他每一場戲都是進來跟我報告說 阿布朗那個你有你的電報 他就出去了 講什麼 講我人有時間喔 別電影華電報的環境 是呀 不然你是萬聰 像腳踏像尊 整齊了 你就好好回去照顧我的環境 我來找人 大概這樣演了三天以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導演 王偉導演 我說導演 每一場戲他都進來跟我報告說 我有我的電報 然後他就走了 我說就是這樣嗎 他說對 好像有點怪怪的 阿布朗 阿布朗 �로 因為同劇演員柯淑媛的建議 尤安順從原本只出場講一句話 變成每一場戲都在 高雅 什麼啦 上次跟你說那幾個喜好是做好嗎 我不會 先穿幾個就好了 唉唷 大廠是吃頭吃蜜耶 穿得這樣苦好苦吵才不會好過 你不叫他躺躺鞅船台喔 你怎麼這樣啦 不真重 老闆在那裡才不會像你這樣 高雅 買點東西還沒補 娘仔觀眾看戲是要買什麼 觀眾是要去戲戲看戲的 不是來餐廳吃飯的 高雅 是耍賣啦 要捏錢也要花才行 死你了 我哪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2015年戲拍完 尤安順的兒子也出生了 還替他起了個名字叫尤里 而這個名字其實和他的敗把兄弟李國超有關 因為我的女兒叫做李游 我姓李嘛 游是我女兒叫做游舞的那個游 尤其的有李游 然後 然後 後來 我女兒長大了 那個 那個游里還沒生出來 在那個時候她說 欸阿草 如果我生將來不管是女兒或兒子 我就叫尤里好不好 我說OK啊 對不對 後來 後來真的 就小孩生出來 名字都取好了 就叫尤里了 那所以要李游 我游里兩個 很有意思 游里出生後 游安順個性也有很大的轉變 少了在外的應酬 更為了小孩教育 宜居宜蘭 他轉變就從這個小孩游里 生出來以後 變得非常非常多 整個人真的是 360度大轉變 就變成非常顧家 顧這個小孩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來 然後他從小孩子要入學 然後開始找房子 到現在為了換了 應該也有換了好幾間房子 就是發現不合適 然後就換了 兒子的出生 讓游安順的脾氣磨得更圓潤 心境的改變 表現在他表演方式上 2017年 游安順接演八點檔 幸福來了 飾演王瞳劇中的父親 快樂嗎 差不多 他會給你很多的驚喜 因為他有時候在排戲的時候 他不會認真排戲 就是他會只是會 把台詞講一講 可是他正式來的時候 他會順著他的情緒 然後給你很多很多 你看這面表就好 這面表 你小的時候 大家在生日 你就叫我 叫我來這裡 叫我來幫你領 你看 爸爸為你這麼小 你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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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我就跑去摸那個牆壁 我說爸爸你看 就是你幫我量身高 你幫我畫的 然後他就突然走過來 本來排戲沒有這樣 他突然走過來 然後摸摸我的頭 這樣然後馬上就 你知道這個熱淚馬上就銀筐了 那是 就是很多 肢體上的接觸 就真的像爸爸一樣 其實到現在 我還是叫順哥叫阿爸 文慶我沒有去台北看你 你們阿爸 看他拍這間刀不方式 你 就跟他一起回去 演技如火純青 讓尤安順在2017年 以阿布拉的三個女人 獲得第52屆電視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配角獎 如果說拍戲像做一道料理 阿布拉如果說是一碗牛肉麵 我不是牛肉也不是麵 我是上面的蔥花 我們老闆 為了感謝大家的香腸 在北看上去 在北看上去 在北看上 不用錢 也要買票 請大家來看戲 要看來這裡面對 他只要看導演 這導演喜歡怎麼樣 用一個套路 或者用一個什麼 一開始發現 沒有他慢慢的轉轉 轉成一個自己的方式 對就會有一個比較 一個自在的永出方式 人家說我這個 是個真好的人 他們出來拿著我沒錢 你們是可以去他們 一定會讓我疼心 如果你們家的家庭 都不用擔心 還可以專心去打出我們 這樣做真好 阿爸 我會乖乖 我真的會乖 因為我每天吃錢 就好 我不會乖乖 我不會乖乖 阿爸 煩惱 我跟誰搬你錢 是嗎 尤安順不管演戲或是為人 都如蔥花一般 能讓料理更溫暖豐富 朋友口中的尤安順 戲裡戲外也幾乎零差別 同樣的溫暖自然 沒有明星價值 我們拍戲常常 常常到一個地方 會住一個月兩個月在飯店裡頭 有一次就前一部戲那部電影 他已經住了快一個月了吧 那有一次從台北回來 他就帶一些小禮品 一些民產的禮品 我說你這樣要幹嘛 他說沒有啊 我就反正回來順便 就給飯店的阿姨 對 飯店阿姨 他們整天在那邊打掃幹嘛 蠻辛苦的送他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配角獎得獎的是 尤安順公視人的劇長 茫梁阿青 精準而出版創意的角色形式 讓他自由地彈奏人 入獎人 2020年第55屆電視金鐘獎 尤安順一口氣入圍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 男配角兩項大獎 典禮剛開始 尤安順就順利拿下男配角獎 我真的沒想到七點是第一個上台的我嚇死了 好像會想到 因為第一個獎就是男配角 本來想說應該 我覺得十之八九應該是順哥會得獎 然後就第一個獎頒完之後 然後本來想說應該差不多可以回宜蘭了 結果過了 那第三個第四個就是男主角的時候 我們真的聽到他名字又講出來 我們很開心 得獎的是尤安順 青創電影短片很大集 看到他每次的眼中 總是那麼的自然舒服 讓人驚訝的是 在有限的架構下 卻能看得到表演的層次分明 而且全全到位 之前還跟我們在講 他說我得一個就好了 另外一個就不要得 這樣子洪杜拉斯比較有機會 我在講我說 我說 洪杜拉斯入圍就OK了 他說可是洪杜拉斯很想要得獎 對不對 我都已經得一個了 我另外一個如果沒有得的話 他機會就很大 我說你還蠻仁慈的 你還蠻仁慈的 一次拿走電視電影 男主角獎 男配角獎 游安順成了金鐘獎 有史以來第一人 然而儘管貴為影帝 他並沒有因此驕傲自滿 反而時常接演 酬勞不高的學生劇展 他有時候還演一些 學生劇展的一些小電影 他說 老哥 有時候那個 他的酬勞給我 我都還想要退給他 我說怎麼了 我想要捐給他們 讓他們去當他們的畢業職業費 不是多少的問題 我說真的 先不要講說他是不是影帝 以一個這樣的職業專業的 一個資深的表演者 你說接到學生的通告 有很多人就直接掛掉了 他還能夠把演得很棒 而且還演得很開心 四十年的演藝錄 劉安順不僅僅替自己和家人打拼 未來他更盼望 能夠把一生所學交給下一代 我想做一個是 演藝人員的一個 工作上的一個態度 我要讓年輕人看到 我們對於工作上的一種熱忱 跟對於工作上的一種責任 然後跟在拍戲應該要付出的態度是什麼 從電影演到電視 從主角演到配角 劉安順戲如人生 有過得意走過失意 但不變的 是他對人對工作 永遠散發無限熱情 我覺得他是很有益氣的人 他是一個很照顧小輩的人 臭小孩 调皮 捣蛋 我希望就是 他可以活得越久 理得越多 跨足电影 电视和舞台剧的尤安顺 已经可以称为是全方位艺人 他的下一束加速是什么 总是让人期待的 尤其他值得年轻后辈学习的 是他对于工作始终的热情 和一贯的努力 这期台湾演艺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